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好 我是阿苏苏新元 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辽宁的崔建泽 对阵屏幕右侧来自内蒙的薛明 比赛采有25局13胜 双方轮流冲球140分钟现实 本轮次的比赛也是本次中国区选拔赛 双败淘汰的败部的比赛 本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将保留征战的权利 输球的一方将遗憾双败被淘汰 不吝点赞 败父亲恢处 不吝点赞 硬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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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一杆球走的 稍微有些过头 只能是推而求其次 看这杆长台 直接中观看发力 灯过来 看要不要是 加杆 身高够啊 加小后把 赛前跟薛明也是聊过啊 这是刚花的球杆 也在处于一个适应阶段 这个打十二号球 左上方底带 来就推的时候 可以稍稍推一些反角度 这样顺势 可以直接下来 叫十五 或者 十三 有了一个白就向上的角度 看它怎么选择 自立的不太满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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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里灯下来 选择这样灯 并不安全 感谢观看 再过来勾 临上来薛明这几杆就处理 值得上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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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比赛呢 崔献泽是7比13 输给了杨晓明 薛明是10比11 输给了贾子龙 那么两个人双双在败部相遇了 倒是有啊 白秋一酷 接过来 接近15号就的线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 打五号就帮进十五号 用二号就继续防守斯多克 或者三号就发防守 都可以 好想法 连钩再接力 必须要找到一个上手机会 然后用五号球 去借走八号 闪出六号就能下球线路 你或者打六直接借力 也可以或者白球往右边来横 用五号就来接着防守 能借进最好 直接单下 帅气 这应该就记得太帅了 那就不用借走了 这感就一进 再次 接着 接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抬球圈有料 或者登陆中视巴球网 查询比分 以及相关的赛事信息 今天将进行四个时段比赛 本时段比赛结束之后 在下午的三点 以及晚间的六点 还将进行比赛的直播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色单色都差不太多 花色球呢距离八号球更近 相对来讲 打起来更轻松一点 选择打单色 最后 最后 一号球就是难点 一定要想好 如何衔接到一号 应该走得又小了 看能不能退过去 先叫二号球 赶二号把十四号借走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留了一个难度破大的 五号球中带 这感觉还不能怂推 还能往前 带着力走 弹起 弹起 好球 发力 挂一下左赛 很明显啊 主球的九点钟方向 但是这球打完了 十四号就过去捣乱 好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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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准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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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目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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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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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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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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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